我是赵少纲 我是赵立伟 欢迎大家到我们现场 决赞大台中 台中市长蓝绿参选人 首度上电视交锋 引发各界关注 胡志强和林佳龙 双方握手言笑 随即炮火四射 既然法律让我可以选 未来的关键四年 我要把大台中实现 跟大家同甘共苦 我听得到人民的心声 不管台中的进步 还是台中 还有不满足度 人民的地方 我都知道 林佳龙警咬胡志强 当了十三年的市长 已经坐太久 导致人心思变 而胡志强也并非省油的灯 大打正鸡排 反批林佳龙担任立委期间 完全没有为台中争取建设 当你说深耕十年在哪里耕 做了什么 种出一只草来吗 我都没有看到 你深耕十年有没有成绩的 那要选一个市长 要让选民放心 让你接放 你过去有什么成就 不在台中 有什么成就 我们也知道胡志强曾经承诺过我们 谷歌汉美术馆 国际会展中心 还有七条捷运 我们也希望我们有巨蛋 让江卉 让五月天来到台中标演的时候 不会觉得说 这个环境场地不够好 我们也希望台中的下水道 能够成为五都排名在前面 我们也希望台中的社会主宅 加龙承诺要盖一万五都 由于近期台中的BRT被受国人关注 加上最近的食安问题层出不穷 这两大事件也成为现场攻防的重点 那那样一个不性质 他正好在选举钱之外 所以被骂到臭头 那我觉得这时代是个一定要 我们也推动时代安装 因为书东西这个时代 我们更连的工作做得很积极 给一个标章 政府采购的包吟 只限时代安装 这一次的选举当中 所有现任要求联队的 只有胡市长 是处于落后的军业 所以这当中一定出现有些问题 那我觉得问题 时间是一个问题 政绩也是一个问题 胡志强虽然认为担任市长13年 是为民众支持认同 但外界评估胡志强政治明星的光环 已经有衰退的现象 加上马政府执政无力 才会导致民调落后 至于林佳龙方面 则受网友表示 目前所提出的政见都是美好愿景 但却看不见实际的执行方案 因此双方要如何进一步说服民众 就考验两大阵影的智慧 记者红家红他就是了 KNB 早就完了 酷 感谢观看